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来自中恋国际的营销业务负责人 Elsa 罗燕 珊珊珊 对 今天过来米哥这里请教请教 谢谢大家 对 我记得珊珊 你应该是加入中恋不到一年吧 我其实正确是今年的第一季度左右的时间 加入中恋的 但我跟我们向总其实认识时间很长 时间刚好 因为我其实认识向总的时候 我们刚好18年 但我当时18年的时候已经有自己的规划了 结婚啊 小朋友啊 家庭啊 再往后一点二胎生完了 我其实就是对自己比较很标准的三年爆料 之后赶紧火速的瘦身 然后重新加入职场 听到吗 火速的瘦身 然后重新加入职场 对对对 第二关键问题来了 罗燕珊珊到底是谁干嘛呢 刚刚提起应该齐了一准是 你14 15年就已经进入跨境电商了 那可能还更早一些 对 我12年其实已经在跨境电商了 其实应届的时候就进入电商 所以你是一个十年以上的跨境电商人 是的 是的 雷雷还是会挑人的 就是他挑了十年以上的老师姐 是的 是的 说说你自己呢 那讲讲履历 12年毕业 然后其实12年时候很幸运 就加入了当时的一个很好的 现在当然也发生非常好的 一个跨境的物流的一个领头行业 出口艺 然后呢 在出口艺待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吧 然后就到了万一通 在万一通待完之后 我个人的一些机会的发展 考虑跟家庭的平衡 然后做出一些决定 然后到了现在我就是正式加入了中电了 那其实现在中电是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管理 因为都会有其他问题 人是很灵活的 但人的能力是有上限的 那你们现在还是用人手去做这样的一些管理吗 还是本身在系统方面已经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跟优点 一个你好提不提提 可能最薄弱的那一块 把老底都揭出来了 我们其实 我跟你讲讲 我们现在的仓的布局 我们现在在美国有三个仓库 美西 美中 美东 其实都是常规布局嘛 然后呢 在德国也有两个仓 布兰 美国 杜塞尔多夫 英国 利物股那边有两个仓库 那其实我们仓库的一个面积 就是我们大概都是3000平到5000平左右 对于您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了解 肯定是不算大的 而且有一些中小间的仓 它也能够做到一万两万的这个仓库的面积 加上上一些机器人的设备 对吧 那做轻小间加系统 其实这个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 轻小间它非常精细的库存管理 智能化的减货流程 非常海量的订单的操作细节 然后配上非常完美的智能化的设备支撑 再加上合理的人力的安排 那所以这一刻是能跑下来 但我们的精英注重大件的话 首先基本上是意向意见的这种获行 意向意见它对系统的依赖并没那么高 对人力的依赖 对减货的精准度的依赖 线路的依赖其实没有轻小间那么高 那所以我们在系统的投入 在智能化设备的投入 在行业里面真的是算少的 智能化设备的成本 高要求的IT人员的成本 然后我要非常好的一个足够大的 足够能够支撑我这些运作 机器人设备的一个仓库 我们把这些成本都能省下来 但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系统的报价规模里面 真正的做到让利 合理利润下面的让利 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针对客户 我们能做到很好的一个价格上的支撑 也全依赖我们在成本上面的把控 中大建产品的卖家 公贸易的卖家 在很长时间他们为什么跑不起来 原因有很多个 自己的人才 老板的思路 产品的适应度 通常他们认为是这样子 其实不是的 关键是什么 一有没有适合的平台 是的 第二他们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决心 亲自下场 第三物流商有没有开始 进化出专门为他们服务 在很长时间我们这行业的物流商 所提供的物流服务 就是广深这边的人 提供的海外仓经营跟这样子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的产品本身就不一样 这世界跨境电商不是说只有流量打法 也不是只有轻小件的 中大建的逻辑它就不一样 当然有相当多朋友走出了洞穴 要发现 三块院什么都看不到 我原来还可以看看 有些光 是吧 有物流商把我搞定 相当多的中大建的卖家 都尝试过自己建仓 他们认为这个好贵 那个好贵 这个很贵 这个很贵 我自己建个仓呗 后来发现不对 我要管理这个仓 可能比我做跨境商还要难 建仓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步 你不是人到了那就OK了 选址 对吧 你怎么选址 仓的搭建 然后你从一开始的所有细节 搭建完之后 可能你已经花了三五个月的时间了 团队怎么办 系统怎么办 跟国内的行建怎么办 特区化需求怎么办 库存发货 到了海外仓 有机呀怎么办 然后你的动销是怎么管理的 库林怎么管理的 你的出户时间怎么安排的 我非常认同一个观点 是我们自己公司 从创立开始 就坚定的一个观点 就是任何一个行业 都会经历一个 从诞生混沌爆发 然后一定会有一两个 大的历史事件以后 进入一个稳定成长的路径以后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分化 然后分化 这不是个贬义 它是包一级 它会分裂出不同的垂直领域里面 整一个领域垂直颗粒度非常非常细的 这样一个垂直的 不论是商家 平台 服务商 包括我们这种的专业的内容服务机构 因为大家的需求不一样 消费者也是千差万变的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 也是很大的考验 你想想 其实如果说我们接几个卖家 三期打印的 然后这个需要换一下包装 然后那个需要做一个特殊的场景的优化 其实我们能面对客户群体也是非常有限 这也是对我们考验之一了 这一些客户 他能提出的场景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相对于我们来是正反馈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对外宣称的话 我们德国可能就只有布莱梅 或杜萨多夫 是我们作为2C的业务的一个核心仓库 但是我们周边还有很多仓库 我们有推荐的仓 推荐维修的仓 分销的仓 还有做电池危险品的仓 但其实这些仓 目前来讲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小 基本上也是买复合的状态 但是我们布莱梅跟杜萨多夫的仓 是目前还发展还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呢 我们会以中心仓 不同服务类型的仓 作为一个不同的 发的需求的支撑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国家 我们会分布不同的仓的属性 来做美国 给他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dep